大家好,我是顾爱秀三 这个视频的重点给大家讲解深度点评,离电池方向 好,那么像干风离业,华友孤业,天奇离业,中晃资源,隔离美,东方告业 光华科技,安泰科技,做出技术点评,仅顾参考,不作为满卖依据 好,那么在点评之前呢,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互动 看看这些内容是不是大家感兴趣的,或者是不是很多朋友身上存在的 好,第一个呢,为什么自己不敢买的个股呢,总是更容易出现强者横强,涨涨,涨不停 好,那么对应的,为什么自己深思熟虑之后,小心翼翼买的个股呢,总是更容易不尽人意 要么弱,要么低,毫不烦恼,那么如何区分,强者横强,如何把握方向,分配方向和节奏 如果说呢,这三点,第一点,你身上如果说经常会遇到,不妨呢,在评论处呢,进行留言 如果说第二点也存在,也可以进行留言感兴趣的话 好,那么第三点的话呢,是咱们今天晚上的视频当中,重点所要交流的一个内容 好,那么我们来看锂电池板块指数的一个表达 好,那么首先呢,像锂电池板块指数的一个技术表达的话呢 当前它的做法呢,是很明显是强者横强的一个走法 那么强者横强的,它有几个,几个关键的节点 这几个关键的节点呢,其实我们来看 首先从大的一个方向上面来讲 咱们前面讲的一个重要的均线的一个视角 一百四十年均线,线上就呢,周看牛熊是看强弱 那么作为大的趋势方向的走法的话呢 每一次回落到一百四十年均线的位置 它是重要的观察点,重要的观察点,重要的观察点 好,而且呢,如果说跌跌不休,从弱到强 那么先站稳一百四十年均线 那么它再更容易走家属,更容易做主生 那么当它长时间在一百四十年均线下方 那么它只是一个要么走弱,要么横,要么弱 这是咱们前面呢,从一百四十年均线的观察视角 咱们讲的很多次关键三线操盘的一个维度 那么对于离电池板块指数呢 大的一个节奏上面来讲 当前均线还是有多的排列 那么这是一百四十年均线跌到一百四十年均线附近 震荡,然后重新站稳,这是一个观察视角 那么第二个观察视角是什么呢 第二个观察视角在前高的一个节点 好,并不是说 我在某一个位置 我就能够看到它能涨到什么价格 涨到什么位置,涨多久 这是不现实的 但是呢,在不同的基点 有不同的观察视角 例如说在这个,这是一个拐点 观察的一个视角 好,那么到它前高临近的时候呢 它又是一个观察视角 那么一旦突破之后 最终它能不能站稳 又是一个观察视角 因为呢,在单纯的看着小周期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前面咱们在站的几点 例如说它是一个站上之后呢 有个震荡 不破一百四十年均线 再冲高再震荡 再冲高再震荡 这个位置的话呢 甚至它盘中跌破了十三年均线 但是呢,后面又快速的收上来 收上来之后呢 突破前面高点 那么前面给它讲的一个观察视角呢 从趋势的角度来讲 要用趋势的眼光 趋势的眼光一个是均线一个是趋势线的视角 那么在前面这样的节点的话呢 前高的位置没有突破 毕竟反而呢 防范承压 防范的上不去就会回落 但是一旦上去过之后呢 震荡中主要使用不破 那么又会作为新的观察点 新的跟踪视角或者新的开持 好 当前呢,像李电池板块指数的话呢 它也属于强者横强的一个范畴 温和方量 MICD零周上方停差状态 然后呢,价格的话呢 沿着五军线的爬升 但是呢,上周五的时间呢 它出现一个涨停潮 接近20加涨停 那么高潮之后呢 通常有这么一句话叫做 高潮中出风险 恐慌中出机会 那么呢,高潮之后一分化 这对于李电池板块指数的一个态度 但是呢 它只要保持这样的一个资金 节节高升 其实呢 它内部还是会存在机会 那么什么情况呀 它是属于风险加剧 或者是风险大于机会呢 一旦放量之后的缩量 而且呢量能一旦持续缩量 那么就会面临 只要量能持续缩量 就是属于存量 那么它就是风险大于机会 那么如果说只要保持这样的 持续放量的状态 只要量能保持住 那么就是一个机会大于风险 这是李电池板块指数的一个态度 好 所以说呢 当下呢 不管是从月开线 还是从周开线 还是从自开线 它都属于不断的向上加速的一种状态 今天是向上的加速状态的话呢 而且它的一个走法呢 是属于很明显 我们来看 它是属于从851 这是一个日式开线的这样的一个中枢 而后呢 在向上向上的过程当中 它是以这种大的线段式的方式 冲高回落 冲高回落和前面都没有接触 再进冲高 而且在这过程当中呢 我们把它高点和高点相连 列说我们来看 好 阶段性的 我们把前面的高点和高点相连 作为一个趋势的压力参考 参考的一个节点 那么当前的话呢 其实也在站的位置上面 也就是呢 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在往上的话呢 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逼空 什么叫逼空呢 就是你不敢买 但是呢 它还是以这种高决高达的方式呢 追逐强 但是呢 这个位置呢 它是属于加速赶顶的一种状态 只不过呢 当前所谓加速赶顶的话呢 列说 对应的 作为加速赶顶的话呢 那么也就是说 它第一 它还在出来相伤的过程当中 还是有机会 有可能会给出新的高点 内部还是有机会的 至于说 什么位置 哪一天 见顶 那么到时候呢 再结合咱们 逃顶三部曲的一个节奏 一 预警开线 领域上涨过程出现这样的一个高开地度大一嘛 或者出现这样的高位 矩阵方区量 或者出现这样的高位 出现这样的十字星长上瘾 然后呢 不能相伤不畏 也不给新高 这就属于预警开线 然而再从 有没有出现那种顶背离啊 有没有出现量能来讲的方量周的数量 里头指数再往上量能跟不上了 所以连加背离啊 有没有出现 这种的用这样的时间去跟 因为所谓 其实从结构性的行情来看的话呢 将近期而言局部 对于锂电池也好 对于像上周 有色和稀土方向也好 局部下的局部下的话呢 它属于非常火爆的 就属于呢 结构性的行情就属于局部有机会 局部有风险 不断的切换 但是呢 这是大的一个格调 这锂电池板块指数的一个态度 那么在下周 戳的话呢 不排除内部的话呢 一个是关性充高 然后的话呢 内部分化 好 那么我们再看几个个股 那锂电池指数啊 这样去走 但是呢 对于个股来讲 它不可能同步的 有的个股已经是属于走了一波两波 甚至三波 有的个股的可能还是底部刚刚起来 所以说呢 这里面会存在一定的节奏 节奏不同 那么所面临的风险和安全边际就不同 那么我们来看 为什么自己不敢买的个股 总是容易出现强者很强 我长长长不停 其实更多的什么 更多的是用 对于趋势的角度来讲 有敢于用趋势的角度去跟 对于趋势的一个股 列出我们来看 干风里叶 华有孤叶和天气里叶 这是 这是锂电池当中最率先的一波 列出的像干风里叶 好 那么干风里叶 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对应的 它前面的话呢 是走过这样的一个一波两波三波 然后回落了 咱们再来看 144年局限的魅力 充分的体现 144年局限站稳之后 走的主升 回落140年局限 作为一个重要的直升点 再一次回到140年局限附近 然后呢 破了重要重新站上 又是一个重要的重要的观察点 回到140年局限附近 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重要的这样的一个 拐点 然后呢 向上景线位 以及呢 前面高点 它都是一个重要的观察节点 那么140年局限不破 前面呢 在站的级点作为跟踪 跟踪的话呢 它是属于 震荡上 震荡上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其实前面 撑压 再一次回次 好 当前的话呢 突破了前面的高点 突破前面高点的话呢 那么对于 干风 礼业 这样的个股的跟踪视觉的话呢 它作为 小平台的突破 小平台突破的话呢 那么当前还属于 沿着五军线的爬升 其实呢 对待这类个股的一个跟踪视觉的话呢 你也说 好 在这样的节奏点上 潜高 承压 卖 也好 潜也好 有没有错呢 没错 那么在低下来过程呢 再入位的反弹了一下 但是呢 反弹有没有力度呢 MICD还没有形成金叉 然后呢 量能也没有跟上 有没有参与的意义呢 个人也是没有的 但是呢 当它再一次出现这种带量的MICD金叉 然后呢 量能方量 然后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 小的 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突破 军线呢 再度形成这种独特排列 它是一个新的观察点 这个观察点的话呢 上方依然有成压 下方呢 能看到强有力的支撑 和这样的一个转折点 后面能不能贴着五军去跟踪 如果说呢 敢于对于趋势力型的个股的话呢 尤其是刚刚突破平台 刚刚突破这样的长周期的平台 那么呢 后面贴五军的角度呢 进行尝试 所以说呢 机会是尝试出来的 风险是堵出来的 那么机会尝试出来的时候呢 如果后面能够不断的强制横强 那么呢 不要用太多的仓位 除非尝试 就是要用小仓位去尝试 赚了 那么呢 小仓位赚了钱不见得 就比大仓位赚的少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很多股有的经历来讲的话呢 往往 仓位重的 或者是无形当中 仓位过重的 往往是亏损了 或者是被套的 要么是不断的跌 加仓 补仓 下跌 补仓 越补越跌 越跌 然后的话呢 往往亏的话呢 就是大仓位 大 大资金在亏 赚的话呢 可能就是小仓位的 在赚 其实呢 这就是一种 不好的交易习惯导致的 那么对应的 所谓尝试的话呢 你也说 对待一些趋势 刚刚突破的 和一个是刚形成 一个是二次突破 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察节点 好 那么当前的话 它的一个定位是什么呢 对于干风里业 一个是小的平台突破 就是前面这个高点 第二的话呢 是前面 这样的高点的一个突破 所以说呢 对于干风里业的话呢 它的走法 而言 用趋势的角度来讲呢 先用均线的维度进行跟踪 武军不破 可只有偏离武军 像上的偏离武军 可减持 短线的就是卖点 好 那么呢 回落不破武军 还是持有的一个 底上持有的一个理由 如果说呢 下方对应的 它要是始终在往上好 在那始终不破 连前面这样的一个小的平台 前面高张 前面高点这样的位置都不破 在那当中 它也就会再去 再去用强强横强的 最极限调整的实际上是什么呢 极限调整的思维是属于 比如说 前面这个位置的高点 如果说回落 然时代军业呢 会上穿 会让向向上平移 如果说这个位置不破 它也有机会呢 有一个反出的动作 来看力度 如果说这个位置 最终也跌破了 好 那么对应的 那么它就是一个 波段走坏 或者趋势走坏的一个看法了 这是干风里业的一个态度 当然像这类个股 这样的个股分析的话呢 并不是让大家去追高的 而是说呢 我们要怎么去看待 用趋势的角度怎么去跟 比如像华友归业和天气里业 好 华友归业的话呢 它的一个做法呢 咱们前面来去看 它不同的节点呢 它有不同的节奏 首先的话呢 这类个股它也是再一次的 体现咱们一百四十年均线的魅力 好 站上一百四十年均线 五十年上川 量能突破 MIC上林轴 它是一个最终的观察点 然后走了张远波出生 好 然后呢 再一次回落 也是到了一百四十年均线的位置 说巧也巧 说不巧呢 它也有这样的一个特征 就是呢 这是并不是所有的股票 但是呢 它是一个最终的观察点 就是到一百四十年均线的位置呢 对于这种大的一个趋势大的一个阻牛的个股回到一百四十年均线附近 它是一个最终的观察点 然后呢 震浪上不破一百四十年均线 但是呢 它不同的节点呢 它有不同的节奏 不同的观察视角 例如说在第一轮 这是震浪上的一个节奏里面呢 下方低点和低点相连 这是一个节奏点 然后呢 这个位置走个加速 加速回落之后 一次回落 第二次 那么低点和低点相连 这是第二个节奏点 这个节奏点呢 其实当它破了这个位置 而且前高就撑压 前高撑压 而且呢 这个区间破了 你说作为一个先进行离场 有没有错呢 也没有错 这是正常的应对 但是再一次回落下来呢 又不破什么呢 不破下方的这样的趋势支撑 同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强底分 大银榜 然后呢 小阳星 然后呢 是一个长阳反暴 这是一个强底分 强底分过之后的话呢 这又过去一个小的平台 再度突破 再度突破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低点和低点相连 又形成新的战略节奏 就是不同的阶段 它有不同的节奏 那么从军线的视角 那么这个位置再度形成多多排列 那么其实呢 还是属于 严重五军 向上爬升 五军不破 那么呢 这是一个 这是当出现不同的节点的时候 那么呢 对应的 它是用尝试的一个视角 来进行看待 那么像华尤固业 当前的一个跟踪世界的话呢 坚守五军即可吗 五军不破可持有 如果说始终不破五军 还是沿着五军向上爬升 这是一种健康的状态 但是呢 也是防范的什么 相当一个是偏离五军 出现这样的预警开线 一个防范 第二的话呢 从长周期来讲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把它作为列入前面高点 好 前面高点的话呢 对应的 它是一个作用的观察基点 后面的话呢 如果始终不破 它实际上是一个二次突破 好 这是华尔固业的一个 跟踪视角 同样的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肯定是不建议大家去盲目去追 因为呢 本身它基底的涨幅比较猛烈 而且的话呢 那么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我们来看它前面是怎么肩顶的 好 那么像这一轮的肩顶的话呢 我们来看 咱们来看前面三次阶段线的高点 怎么形成的 一波组升过之后 这个位置有个震荡的平台 然后呢 在向上出现了预警开线 然后呢 破位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征 好 这个位置的话呢 也是出现了一个是对应的顶分 出现这样的一个上涨空方力量摔空方力量多方力量摔接 而后的话呢 顶背离顶背离的话呢 那么我们来看上的过程当中 好 它的一个调整的幅度 前面的话呢 是属于好 始终不破五军 强的话呢 也不破十年军线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波段的一个正常理想的状态 或者健康的状态 然后呢 深度的一个调整 然后呢 再加上去 再深度调整 这样的话呢 它呈现的是一种 顶背离 而且呢 频繁出现这样的一个上涨线 也频繁成了随之星 而后的话呢 再形成这样的一个 形线的一个破位 好 这的话有故意 那么当下的话呢 它的一个做法 我们要防范的是什么呢 防范的也是 例如说这个位置 对应的 它如果说不能沿着五军 而是呢 破了五军 破了五军过之后的话呢 13天均线 哎 抵抗一下 然后再反弹不能给新高了 或者给新高到同时的话呢 对应了 多次出现长商营 出现预警开线 然而量能 MICD的话呢 它已经呈现这种警备的一个态势 那么高度要小心的 当然了 这是华也故意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那么从充码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下方充码的一个稳定程度 例如说像前面 在这样的节点的话呢 其实 123下方的充码是减少的一个过程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我前面去看 像中矿资源 中矿资源的话呢 它的一个表达呢 当前就属于 不断的强者横强 强者横强的话 那么对于中矿资源呢 其实咱们前面也是多次有过跟踪 早的话呢 例如说在 在这样的节点 它是属于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拐点处 我们来看 好 53144多多排列 然后的话呢 出现这样的收板 收板过之后呢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平台突破 量能 MSD都属于公正的 就它点 而后的话呢 一轮上涨 13年均线的位置 作为一个调整的一个坚守位 好 再一轮上涨又是一个 143年均线的一个 又是一个原子的一个坚守节点 但是呢 有的时候 在这个节点 它破了 破了周长均 离场也好 或者是进行防范也好 都没有关系 但它重新再形成这样的一个节点 就是每一次突破前面的平台 每一次突破前面的平台 都是一个周长观察点 都是新的一个 新的一个观察点 好 那么当前呢 还在沿着五军线的爬升 只不像中矿资源 这类个股的话呢 它当前 它已经进入这样的一个云端之上 趋势呢 没有走坏 然而出马比较稳定 量价关系呢 也可以 但是呢 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它的一个安全边际 已经没有那么高了 所以说呢 不建议去追 只不过呢 我们只是说 这类个股应该 复盘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 看它的拐点在什么位置 用咱们三线 抽盘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我们来看 像这样的位置就是越拐点好拐点 而后的话呢 平台突破的一个节点 平台小的平台 再次突破的节点 好 为什么要这样去复盘呢 只有你 只有经常现在这样的复盘 而且的话 有这样的一个 对于是对于个股 怎么走牛的走牛的过程 那么每当他平台突破 给的新高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它上方是没有套牢盘的 意味着它是趋势是属于在不断的加持的 好 那么只有这样的话呢 列说再给他举一个马上就到了重点 列说像格力美 那么像格力美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我们就属于什么呢 他当前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那么像格力美这一支个股呢 我们来看 平台像这个节点呢 它是一个突破的一个节点 量能MICT公正 好 那么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也是一个突破的一个节点 那么当线这个位置呢 它是不是也是一个新高的一个节点呢 也是的 那么像格力美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我们看当下 对于格力美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从小周期来讲 均线五十三一百四 独独排列 量能MICT上丁周 量能的话呢 方量 那么呢 周五的时间出现这样的一个涨停 而且涨停 风摆的力度还是比较强的 那么呢 下方九块钱 十块钱 十一块钱的筹码是比较集中的 而且呢 没有困难上方 没有脱落筹码 那么这里个股的跟观察室 要是什么呢 这里个股的观察室 叫小周期 来看的话 怎么去看 例如说 小周期的从八块六毛六反弹 回射一次 再进反弹 那么它是属于三十啊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线段下的一个就是它属于一个线段上的走势 线段上的走势的话 那么用小级别来看的话呢 在三十分钟也是一个线段下线段上还没有形成还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中枢 那么当前的一个做法的话呢 还是属于这样的上场延续当中 个人认为呢 他还是会不断 还是会给新的高点的 就是十一块四毛三 不会是 就是他没有任何见顶的一个迹象 接着给出了一个高点 突破了前面高点 突破前面高点过之后呢 那么当前的跟踪视觉呢 其实就两个 从军线的一个视觉上面来讲 他只要说 五军不不可自由 相当的如果 一是有一定的概率连板的 第二如果不能连板的话呢 那么会偏离五军 但是呢 大概的会有一架 下周一的时间呢 大概的会有一架 有一架的话呢 反正会那么呢又会离开前高的一个节点 所以说呢 对应的 那么把前高这个节点呢 作为一个转到观察点 新高之后 如果冲高后面呢 只要说回落最强的方式呢 连前面这个高点都不触碰 都不回落就回落不破 那么呢 这个震一震 他还是有机会在走强的 这是一种观察视角 这是最强的一种观察视角 那么偏弱一点的话呢 把前面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平台 就是前面 这个位置的一个平台 平台的话呢 后面回落不破 武军或中浪 在武军的节点上面 震一下 震一下之后呢 对应的形成和前面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平 前前面这个高点的始终不破 震一震 只要说能够横得住 以这以掌停板得起掌的位置 则已经阳线作为一个呃 在阳线的内部进行震荡整理的话呢 主要说始终不对落下来 那么还是有机会再往上的 这是隔离美 那么但是他往上的过程当中什么情况下是需要高度防范的呢 我们来看他前面是怎么尖顶的 或者前面阶段性怎么出高点的 这个位置出高点的话呢 对应的 上涨量能衰竭了 msd顶背离了 长周期来讲呢也是顶背离了 所以说呢 而且呢 这是这是尖顶的一个呈成像 而且的话呢就出现这样一个破位 好 那么前面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单边上涨过之后 轰轰烈烈的这个位置小震 在震的话呢不破十三年均线 而且呢幅度比较小 不都比较小的很多组不丢了下来 那么的机会再加速 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高 连续上涨之后出现这样的高位居正防区量 那么长上瘾 而后的话呢 哎 只是不能给新高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又是一个充满不断的下方充满在生动呢 好 那么所以说当前这个激励呢 他会不会形成新的一波行情的开启 这一块呢 嗯 个人认为可能性是存在的 而且是不小 只不过当下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就是观察的两个维度 第一个呢前高 第二的话呢 前面的 平台上延 这是格力美 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其实你要是从主观的角度来讲 看他高不高呢 不低 位置却是高了 但是呢从技术表达来讲 他确实是每一次新高 每一次平台的突破都是一个观察点 后面能不能如果说 后面能不能走强 而且走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去跟的 就是呢 例如说 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好接下来呢 他持续往上 又连板了 连板过周呢 哎有一个阴线 然后又后面又反爆了 他实际上还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呃主声的阶段 或者加速的阶段 但是呢如果说周一的时间 他压根就没有连板 而是呢出现这样的一个高开低轴 或者出现了呃 高位矩阵方量 方矩量 之后的话呢 开始走入方量周的缩量 一旦面临这种节点的话呢 那么就没有就是 你个人主观在看好 一旦呢 他走势资金不配合 那么呢该防范防范 该呃 降低伤位降低伤位 该没机会还是没机会 但是呢在这个位置 如果说哎 震荡当中使用沿着武军线的爬升 爬升的过程当中呢 量能 温和方大 然后呢保持住量能不输 如果说是有这种情况的话呢 那么用均线的一个维度去跟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很多种趋势大牛股是跟出来的 而不是一开始就能够知道他 会翻一倍翻两倍翻三倍 好这是格林美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东方告业 东方告业的话呢 那么像这样的给我他的短周期来讲的话呢 从4块5毛9涨到7块6毛7好像的话呢 哎也不低了 但是从长周期来看的话呢 其他当天就属于典型的敌位 刚刚启动的股票 敌位刚刚启动的股票的话呢 那么之类个股的一个观察视角呢 从4块5毛9作为一个观察基点的话呢 他是属于典型的 可以把它作为30分钟中枢向上离开段给出300 300的话呢 当天是属于向上反弹当中 反弹当中的话 那么对于 东方高业之类个股呢 均线的角度来讲53140还呈现多多排列 多多排列的话呢 那么向上啊对应的 如果说因为如果说量能不能持续的方大 那么向上的话呢 找卖点就是呢 不易追但是呢 他的一个走法应该用什么那个维度去跟踪呢 我们来看他长周期的一个节奏 长周期的节奏的话呢 对应的好低点和低点相连 这是他的一个自身节点 人的高点和高点相连去的压力线 这是他大的一个周期 是属于突破的节奏 人的说小的周期的话呢 从4块5毛9的位置来看 来看的话呢 那么下方140年均线 在这样的节点的话呢 它是一个冲高 乘压回落一次反弹再回落 再进反弹 这个位置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中枢的延伸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平台来去看 好 平台来去看的话呢 对应的 好 回落冲高回落不破 这是一个次级别300 看来再冲高回落 连前面高点都没有触碰 他的属于在哪个强势上的先端的方式 这个位置的话大概率是突破前面高点的 大概能突破啊 如果能突破过之后的话呢 后面最好等到一个回落 回落下来的话呢 那么和前面接触 这个位置可能会形成 第二个中枢 而后的话在一起的向上离开段 那么回落下来不破前面低点 或者说 靠近13年均线 他可能再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点来去跟 这是东方告业的一个技术表达 而且这个个股呢 他对应呢是有一定的基本面的公正的 好 这个基本面的话呢 我们来看 他的2020年的业绩呢 是属于亏损的 2021年的一季度的话呢 是 微盈 而且呢 他在主要呢 是2021年的一到六月份 归属上的公司股东的金融呢 是5000万到7000万与上年同期相比的话呢 是属于扭亏的 就是他基本面的改变呢 是属于扭亏 而且呢 从他的长周期的看法呢 他本身属于底位的这种状态 所以说呢 有基本面的一个拐点 这个位置 可能震荡当中还有机会在走高 这是东方高业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光华科技 好 光华科技的话呢 对应的 那么这一支个股呢 我对他的看法呢 是属于底部刚刚起来 而且呢 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认为他的行情还没有走完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呢 咱们从几个维度去看 第一个呢 从历史高点来讲 从45块5毛7 人呢 跌到前面低点的10块2毛1 其实呢 从长周期来看 从10块钱到15块钱这个区间呢 都可以把它做一个底部平台来去看 那么作为底部平台来去看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其实是可以把它这样做一个 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么我们再看阶段性的低点以来 从10块2毛1 10块2毛1以来的话呢 他又作为一个大的平台的突破 冲高 回次 再冲高 回次 再冲高 好 那么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他对应的是首先 这是一个大的平台 这个平台的话呢 是属于四开线的一个视角 而后的话呢 这个过程中走的是一个向上离开段 而向上离开段的内部的话呢 他又组建了5分钟的中枢 而后的话呢 再向上走 所以说呢 对于光华科技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从残忍世界的话呢 他属于大的方向 他的平台大平台突破 小的方向的话呢 离开段内部第一个中枢 形成过之后 好 第一个中枢形成过之后呢 给出三买 三买在这在往上走强 而且他是没有任何被词的 没有任何被词的话呢 那充码的角度来讲 我们来看下方的充码 12到16块5 这是一个充码密宜区域 当前的话是属于上涨多峰 上涨多峰的话 那么对于光华科技的后面 只要是绿盘 只要贴五军个人认为呢 他就是一个技术层面的一个买点 也说呢 向上还是有机会再持续往上走的 那么他的一个上方压力的话呢 首先先看什么 先看前面的列说在21附近 好列说呢 在前面高点的一个节点 2022附近 22附近的话呢 如果说再向上突破的话呢 那么他的空间就会进一步打开 所以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他更容易 属于趋势刚刚突破的走法 那么同样的 那么连续列说呢 连续两根阳线 三根阳线 这样的节点 如果说呢 他是属于超低反弹 反弹的节点的位置 正好赶上144的均线了 你反而呢 不能有这样的一个判断 我们看到 不能只看短期的一根一根开线 两根开线 而且要结合他长周期的一个结构去看 好 那么结构的话 有几个注意的事项 就属于呢 一个是 均线的拐点处 53上升140的均线 价格的如果价格上升均线没有上升 等他回落 看他能不能始终保持在140的均线上方 这是一个观察的一个视角 第二的话呢 从开线的一个结构来看 从他的一个趋势线角度来讲 要么是属于什么呢 属于底部平台大平台的突破 大平台的突破的话呢 对应了就是一个大机会 小平台突破的小机会 好 而且呢 还要小平台的话呢 还要防范的是 有多或者从高速没有站稳 好 这是一个 然后呢 上涨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呢 回落 再从高再回落 有一个顶部的 有一个呢 有一个阶段性的高位震荡平台 如果再一次突破 他又是一个小的观察点 只不越往上 怎么去应对呢 越往上你的仓位 如果可参与性的仓位越轻 用这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你就能够 遇到好的股票呢 不至于完全踏空 但是呢 也不会承担过大的风险 就是呢 给他举一个什么例子呢 例如说从模型来讲 这是一个长周期的平台 这个平台的话呢 持续了将近半年多 或者是接近一年 而后的话呢 哎 有一定的消息的提债 或者有一定的利好 然而个股的话呢 资金两价都配合 然而突破 那么呢 像这样的平台突破呢 对应的哎 刚刚从底部起起来 那么呢 他是可以做仓位稍重的 而再充高过之后呢 增浪洗盘 增浪洗盘有一个小的平台 平台比较小 再想上有的小平台突破 在这样的节点的话呢 也是一个观察点 只过他的观察点 他的仓位和前面 这个位置相比较来讲 他的仓位更更轻 他的就是越往上 他的仓位越轻 而且对应的话呢 他的一个 他的一个可靠性 就是呢 他是递减的 那么再往上的话呢 再浪再浪那种 这种再向上突破 那么也是一个不断的 都是一些的观察点 那么举个呃 什么类型的例子呢 例如说像呃 斯兰威 斯兰威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我们来看 他对应的就是一个典型的 这样的案例 这个案例的话呢 第一个是随长周期来讲啊 这样的一个平台突破 平台突破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他就是一个这种节点 就是一个中的观察点 观察点之后呢 又一个小的平台突破 平台突破之后呢 后面又不断的给图 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来看 会发现了 这是一个大平台突破 大平台过之后呢 这是一个中等平台突破 中等平台突破之后呢 只是这这个节点呢 又是一个小的平台突破 每一次突破呢 都是新的观察点 如此而已 好 只不过呢 越往上仓位应该是越轻 而不是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节点 那么呢 咱们再回过头来解答这三个问题 自己不敢买的个股呢 总是容易出现强者横强 或者是长长的 不停 那么对于个股来讲 它是不断的强者横强 是走出来之后 你才知道的 没有走出来之前 其实呢 只能用市的角度 只不过市的时候呢 我们去都从几个维度去思考 第一个呢 整个板块的资金 是不是怎么样 是不是保持帮大的 第二呢 个股本身来讲 它是不是这个板块当中比较活跃的 而且呢是比较 嗯 有代表性的 是有优势的 就属于要么是龙头 要么是属于呃 非常活跃的品种 而且呢 这是从个股本身来讲 然后从技术的位置来看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它是不是属于平台的突破 是不是属于均线上面的一个多多排列的一种状态 量压的一种关系的配合 属于这样的节点上 好 那么呢 我们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试的视角 来去看 那么呢 只要敢试 那么也要不带呢 就是敢试 它的一个纪律保障 或者什么位置 需要止损 什么位置需要离场 什么位置需要减持 那么自己深入熟虑之后 小心翼翼买的个股 为什么有的时候会不尽人意呢 其实核心 个股之外 核心它的方向 有没有出面的考虑到 第二的话呢 它的股性有没有考虑到 股性强的股票呢 其实更容易 嗯 强的话呢 它更容易启动 弱的话呢 那么呢 也后市也更容易轮动到 好 那么第三点的话呢 怎么去 怎么去呃 区分 强者横强或者是把握节奏和方向 这一块的话呢 个人的一个思考点就属于列说 像当前有像上周有色也好 或者是像稀土也好 包括呢 像泥电 那么这三个方向的话呢 其实 你只需要着重的往一个方向上面的一一到两只重点的个股 这是一方形 然而像科技方向里面的话呢 例如说哎 在半导体里面呀 或者是在呃前面的一些比较活跃的呃个股上面来调整比较充分的 例如说像元器件方向呀等等 有那么一两一两只个股就差就一个方向的一个配置 然后对应的内部来讲的话呢 像就是属于什么呢 阶段性的角度来讲哎 他不是在这边上的 但是未来你非常看好 你只要说仓位的皮子不重 那么呢还是有一个持续的跟踪 如果当前呢 这点就是接下来 那么呢 对于呃 像周期方向的和科技方向的 那么在今天下半年来讲呢 个人认为他还是一种轮动就是金融 或者呢 或者呢像周期资源金融权重可以把它分为大类 那么呢 像科技方向的话呢 不管是半导体也好 5G也好 华为也好 人工智能也好 软件也好等等 可以把它分为什么分为科技的这样的一类 所以在这的话呢 中间不管是像军工也好 像呃 能源车 里列 等等 就属于那么 他是可以把行情分为几块 然后呢 在不同的阶段里面呢 可能 可能有不同的占优 好的 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希望大家会有多启发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呢欢迎今天的留言点赞 好再见 再见